第1章 孙悟空 话说 悟空当上了毕马温之后 得知自己的工作就是照看好一千多匹天马 开心得不得了 于是每天尽心尽力地干活 还不够半个月呢 那些天马就被他喂得肥肥胖胖的 悟空看着心里十分得意 可谁知在一次和小仙官们闲聊时 悟空才发现他这毕马温呀 原来是天庭里最小最卑微的官 这下心高气傲的悟空哪还肯干呀 他气得直接拿出金箍棒 一路打出天庭 重新回到花果山当侯带王去了 不仅如此 悟空还在花果山上插了一只 齐天大圣的旗子 扬言说要当神仙 就一定得当齐天大圣才行 玉帝知道后生气极了 正想派兵把悟空给抓回来 这时太白金星又上前说话了 陛下 派兵估计一时间也收服不了这坡猴 他想当齐天大圣 您倒不如就发个慈悲 给他这个空有名头的先知 这样反而省事不少 您觉得如何 玉帝想了想说 有道理 准了 于是 玉帝又把悟空照上来 把他封为齐天大圣 让他去管理王母娘娘的盘桃圆 这下悟空可心满意足了 他高高兴兴地领命上任 来到盘桃圆一看 哇 树上磕磕桃子 又白又嫩 像抹了胭脂的大胖小子一样 悟空问园里的土地神 这里的桃树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这里的桃树可神奇了 你看前面这部分桃树 果子要三千年才能成熟 人吃了就能和你我一样 变成神仙了 而中间的呢 果子要六千年才熟一次 人吃了能长生不老 后面这部分的桃树最厉害 九千年才熟一次果 人要是吃了 嘿嘿嘿 天有多长寿命 他就能活多久 悟空听了非常高兴 心想 这么宝贝的果树都交给我管了 可见齐天大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官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精心看管起桃源来 可没过多久 这树上的桃子熟了大半 悟空看的呀 直流口水 有一次 他终于忍不住想尝尝仙 于是啊就把土地神给打发走了 自己蹦跶到桃树上 摘了许多又红又大的桃子 一口吃下去 嗯 果然是天上的鲜果 又香又甜 悟空吃了个大饱 便直接躺在树上 扶着肚皮 翘着二郎腿 睡着了 从此以后啊 悟空吃盘桃 吃上了银 隔三差五 就要去偷盘桃吃 可事情 总有败露的时候 这天 恰好王母娘娘 要在瑶池 开盘桃会 特别派七仙女 去盘桃园摘桃 可是七仙女来到桃园 找了一圈 看到的呀 都是些半生不熟的桃子 根本没法摘回去交差 这时 在树上睡懒觉的悟空 被惊醒了 他抄起金箍棒就大喊 是谁 竟敢来偷桃 七仙女吓得连忙下跪 并说了来这儿的原因 悟空一听盘桃会 便来了兴趣 便去问七仙女 那王母娘娘 有没有邀请我 去盘桃会呀 七仙女想了想 不约而同的摇了摇头 悟空知道王母娘娘 没有邀请自己 心里气极了 对那七仙女说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 我去打听打听 到底王母娘娘 有没有邀请我 说完 悟空就对七仙女 施了定身皱 让他们动弹不得 随后悟空来到了摇池 盘桃会还没开始呢 只有一些小仙童 在里里外外的忙活 突然悟空闻到了 一阵酒香 他寻着酒香走过去 啊 原来是几位造酒的仙官 正在刷酒坛 而旁边就摆着 已经酿好的鲜酒 悟空忍不住 口水直流 就拔下自己的一根毫毛 变作一只瞌睡虫 瞌睡虫嗡嗡的 飞到了造酒仙官的脸上 不一会儿 仙官们就纷纷倒下 开始呼呼大睡了 悟空见了 立刻跳到桌上 捧起鲜酒 就是一顿海鹤 不仅如此 他还把宴会上的 美味佳肴吃了大半 等他吃饱喝足后 才晃晃悠悠的 离开了摇池 悟空喝醉了 迷迷糊糊的 来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他一直走到炼丹房 都没有看到一个人 悟空突然留意到 那炼丹炉旁挂着五个葫芦 他好奇的打开一看 哇 里面全是炼好的金丹 悟空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把金丹 往嘴里倒 然后嘎嘣嘎嘣地 打嚼起来 又把炼丹房里 所有炼好的丹药 全都翻出来吃了 把金丹吃完了 悟空酒也醒了 他看着一片狼藏的丹房 心想 坏了 又闯祸了 这下玉帝肯定要取我性命 我还是赶紧逃走 回花果山当大爷王算了 想着 悟空便使了个法术 悄悄溜回了花果山 好了 大闹盘桃会的故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提提小讲堂的时间到了 在故事里 我们认识了举办盘桃会的王母娘娘 那小朋友们知道 王母娘娘是为什么样的神仙吗 传说呀 王母娘娘又叫西王母 她是天上所有女神仙的首领 平常就住在昆仑山的瑶池里 她还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哦 在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中 王母娘娘就是看后裔为老百姓们 做了许多好事 就给了她两颗不死仙丹 可惜啊 后来嫦娥把仙丹都偷吃了 所以嫦娥变成了神仙 飞到月亮上去了呢 那接下来 玉帝和其他神仙 知道了孙悟空在盘桃会上做的事情 他们会轻易放过悟空吗 哈哈 预知后事如何 先听下回分解哦 皮皮在下一集 与你们不见不散 吃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